这家人每天都要从衣柜里钻出来 跟一个真子一样 表面上这是个棉被柜 实际上是通往一楼的楼梯 关根每次爬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在演恐怖电影 每天和他一起爬梯的是他的妻子 两人一起生活在十三平的两层民宅里 原本这是住着四个家庭的公寓 现在的屋子是小公寓合并而成的 二楼的角落是关根的书房 为了连接一二楼 这家搭设了原本公寓欠缺的楼梯 楼梯不仅位置奇怪 倾斜角还高达70度 踏脚板的宽度只有10公分 随时都有踩空的危险 关根夫妇渴望一个安全的养老环境 听到老人家的呼唤 一级建筑师苍田玉枝挺身而出 充满创意的苍田被称为居住功能的发明家 苍田来到现场 两个老人出门迎接 苍田开始现场检验 与玄关相连的是过去公寓中的其中一户 现在被当作客厅使用 只有3.5平 在窗帘背后藏着一个浴室 作为出租屋时这里是厨房 原公寓原先有四个厨房 夫妻俩把其中一间改成浴室 只用一张窗帘隔开 保留原样的厨房现在还在使用 电灯已经很老旧了 要转一圈才会亮 关灯使手会被烫成三分熟 来到楼梯时 专家亲自上去爬了爬 体验了一把当真子的快乐 二楼除了一个书房 其他房间全部变成了置物间 空间全部浪费了 专家看到家里的空间不算少 可以设计出很舒适的环境 为了能从爬楼梯的危险中解脱 关根家准备了850万的预算 苍田玉枝的挑战即将开始 关根家改造第一天 搬家工人忙乱地打包行李 关根妈妈在厨房里打包餐具 家中的二女儿也来帮忙 爸爸则在二楼整理自己 收藏多年的少女写真集 二楼的物件都得通过这个棉被柜 一件件接力搬下来 屋外的拆解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过去二楼公寓住户使用的户外楼梯被卸下 二楼的玄关清楚地展现出来 户外楼梯拆掉后 二楼的大型物件得以从这直接搬下来 房屋终于被清空 内部的格局清楚地显现出来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拆家环节 屋顶卸下几十年老灰 脆弱的墙壁被整面推广 三间厨房 还有公寓中多余的空间也被拆除 两位老人看着自己家被拆 露出了喜悦的泪水 让夫妻吃尽苦头的楼梯终于被拆掉 过去分为似乎人家的墙壁全部拆除 诞生出宽敞空间 专家首先对已经老化的结构进行俯墙 换上新的柱子和横梁 骨架搭好后着手屋顶部分 大片的瓦片拆下来 接着拆里侧的木板 骨架渐渐袒露出来 其中一侧屋顶消失 换上新的骨架 覆盖新的木板 专家改变了屋顶的倾斜角度 为屋子加入了采光的窗口 接着专家和工人搬来一个铁架子 通过两边的柱子 在房屋的一角 牢牢地固定住 关根家的地板也被快速地铺上 墙壁也抹上新的密度 最后设置生活上所需的各种用具 原本大白天也要开灯的老厨房 成为设置新型厨房的明亮客餐厅 极致的挑高空间 将充足的光线引进家中 专家在西侧也设置了大天窗 下方则是能透过太阳光的阳光楼梯 材料采用铝制 加上防滑的玻璃 主打一个通透 隔天专家来到木工厂 看着一个仪器 电脑控制的钻孔机 在木板上间聚相等的钻出小洞 不贯穿木板 完成后的木板整齐排列 在侧边涂上树枝 将几片木板拼接起来 同样的箱子专家做了40多个 全部搬进家中 在盒子中取出五彩缤纷的弹珠 排列在盒子的凹洞里 接着将其他木箱叠放在上头 凹洞相互契合 将木箱牢牢固定住 专家特制的家具 通过自由组合完成了 各种不同的抽屉木箱 收纳功能十分充足 箱子能通过组合适配各种生活场景 加上大型的桌面 可以变成餐桌 餐桌尾端也有凹洞 有利于防止物品的滑落 可以放置调味品和小茶具 接着一辆卡车来到现场 里面装着九个专家特制的箱子 箱子上种满了花草 木箱子被搬入家中 放置在玻璃楼梯的下方 九个箱子填满楼梯下的空间 组成一个室内庭院 在庭院中还有一个机关 拧开墙里的开关 楼梯的花洒就能轻松为盆栽浇水 苍田在家中注入大自然的感觉 居住功能的发明家 苍田玉枝的改造完工 原先四个玄关加上铁制的室外楼梯 陈旧的外貌焕然一新 变成极具现代感的独栋建筑 如同白色画布的墙面 点缀上鲜艳的绿色 再往前就是现在的玄关 打开木质拉门 里头就是宽敞的玄关空间 玄关充满功能性 隐藏在地板下的是收纳式鞋柜 抽屉盖上盖子后 还可当作阶梯使用 原先关根夫妇大半时间都待在卧室 白天也需要开灯照明 现在这里变成关根家的楼梯 光线从屋顶一直透到底下的绿植 专家在楼梯下方整出来个小雨林 希望不要长出猴子 进入玄关后的右侧 有个直达天花板的大型拉门 拉门后是生活空间 宽敞的厕所铺设无障碍空间的地板 隔着通道的另一侧是盥洗室和更衣室 洗脸台下方是放置日常用品的收纳柜 洗衣机也藏着 墙里藏着折叠式座椅 非常贴心的功能 同样贴心的设计在浴室也能体现 专家在此设了扶手 还在墙上装了百叶窗 打开一看是小庭院 主打一个放松 原本的厨房保留公寓的模样 因为没有收纳堆满了各种杂物 现在变成了夫妻俩的客厅间餐厅 墙边有可以自由组合的收纳箱 另一侧是厨房 同样设置了大容量的收纳柜 大小不同的抽屉使用起来极为方便 还有一张与收纳柜相连的餐桌 组合起来自由自在 自适应餐桌 主打一个创意 原先被当作置物间的二楼 现在可以透进阳光 屋顶的采光窗让整个家中充满阳光 保留部分空间 下雨天也能在室内晾晒 格子窗外设置小阳台 一旁就是拉门 里面是夫妻俩的卧室 充满木质的香味 专家为太太专门设置了大容量衣帽间 利用府墙用的结构材料 专家在房间中围出一个新的书房 书桌上设置了依照用途收纳的小面板 主打一个实用性 卧室的黑墙中还有机关 可以根据生活场景自由开关 从这可以俯瞰一楼的客厅 改造工程结束 最后控制在预算之内 夫妻俩在盛开的樱花迎接之下 回到全新的家 全新的玄关 全新的楼梯 终于不用爬斗梯了 还能看见底下的花草 老人家对书桌很满意 专家回到现场 关根感动的哭唧唧 夫妻俩拥有各自的爱好 开启了悠闲的退休生活 小日子过得属世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